那这个老花一开箱评测第八期啊 今天呢又给大家做开箱了 从网上买了一盆那个爱心 那个三角绒啊 也就是说我们呢 一般就喊他爱心绒 比较好看啊 就是给大家打开看看吧 先不磨叽 这个应该是个正品 这是一个保温天 还有余温 上有余温在啊 这个保温天挺好的 挺好啊 上有余温 这个包装还是比较挖脆的 这个包装 里面上有余温啊 哇 这个东西真的不错呀 这个话老是说我 这一个东西多少钱呢 打开看看 叶子怎么掉了那么多 完了可以申请理赔了 可以申请理赔了 失败告终 看到了吗 失败了 死的了 所以说呢 可能花儿老是问我 老花一 你现在怎么不卖花了 不是说我不卖花了 好吧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啊 他们寄过来的花都会死 况且我寄出去的花了 那打开箱子的这一刹那呢 我就知道了 这叶子全部掉没了 这个不是我故意弄的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都已经冻黑了 都已经全部都黑了 就是说 有的话问 还能活吗 估计 能活的希望不大 能活的希望不大 已经是死的了 人家的包装是一点问题没有 一点问题没有 而且还带了这种保温贴 尚有余温 但是就这么小小的一层保温是不够的 如果说真的想寄过来 至少五层保温 至少有四个这种 所以说呢 光快递费加包装费 估计都比花贵了 好了 老花一开箱 视频第八期 以失败告终 但是呢 人家的包装确实没毛病 人家的花也没毛病 毛病就在于哪呢 毛病就在于太冷了 很多话说 老花你怎么不卖花了 冬天我一样可以卖花 但是你如果收到以后 这样子你不让我赔的话 你要多少我发多少 我现在只能发一些 比较耐寒的花贵了 好吗 所以说这种呢 比较不耐寒的花贵的 来到就冻死了 这个真的没办法 还挺惋惜 只能申请理赔 这个别的一点办法没有 对吧 所以说这个商家呢 年轻啊 年轻 好了 老花一翻车视频第八期 已经到此就结束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有其他想看翻车视频 记得观众一下 老花一 有这张一 espera espera